没有资料 第一个那个就是财因外汇的把它下载下来 基本上应该是还算简单的 只要比较难的应该是那个一对二的关系输出 最简单的方法 有点像用Excel 反正就是把它矩阵给做出来 也许大家还可以有其他方法 不过最重要当然你要见招拆招 那再来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里面可能有一些延伸练习题 包含就怎么样 你可以将来再把那个其他的外汇 其他银行外汇资料抓下来 或者把它存到资料库里面 来延伸练习题 请各位自行再去完成 因为光这件事情 其实就要花很多的力气 因为各家银行总数加起来 比较几十家吧 每一家其实都有外汇资料 那你要能够顺利把所有的 他们的官网上的资料都抓下来 其实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甚至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Data也许把它丢到 给位给手机APP 所以有些东西 手机APP也有那种 汇率的那个APP 其实也可以类似的方法 然后抓完之后放在一个Data Base 然后手机APP再去抓那个Data 或者是抓那个Jetson档 直接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不是就OK了吗 只是说这要花蛮多力气的 手机本身有汇率的那相关APP 其实你也可以 假设你要写 也可以是这样的方法来写 在Python在后面抓 再位给前面的手机APP 不就OK了吗 那位的方法很多啦 你要不要位个档案也可以啊 一个Jetson档 要不然就为它一个Data Base Server 其实这种技术其实都还蛮多元的 不见得局限在哪一种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有提到用Slate 其实我刚刚这边强调 你用Find-O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Slate Slate其实跟Find-O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 如果说将来我假设 希望用什么呢 把刚刚的台语外汇 我们这边是用Find-O来写 那如果说你将来想要用Slate来写 可不可以啊 其实 结果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呢 Slate Slate Slate方法 这边就有了 Slate方法 它会自动带出其中一个 那其实呢这个Slate方法 你后面呢加的东西 其实跟Find-O有什么差别 其实第一个Div有没有 你这边把它Delete掉 那class它就用点来表示点 所以它是Div点 那后面如果有空白的话呢 记得再多一个点 那在那个HTML里面 这两个class都可以啦 它等于是HTML 这个也是可以选到这一个 我要的这个标签 或者是后面这个 所以特别说这个点 其实是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那两个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样之后的话 你再去执行啊 其实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 完全一模一样 没什么差别 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呢 其实好像也都差不多 有没有 其实应该可以看懂两者的差异吧 其实应该是Find-O OK 上面这个是原来的写法 Div这样的写法 OK Selete的话这样的写法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不是都一样吗 Div 只是多一个class 所以看你的习惯 如果你用习惯用那个Selete 你用Selete 用Find-O就Find-O OK 所以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以后如果你要用Find-O 或用Selete 其实大致上差异性不大 OK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下一题 下一题的话 我们有个目标 这个目标的话呢 当然你会发现上面它有说明 不过这个说明就是它的规则 也许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可以自己再到这个官网上面去看 OK Beautiful Soup 我发现那个Beautiful Soup 这个东西 其实它好像还有中文的说明 一般其实 如果你查一下那个什么 Beautiful Soup 我记得它有教学 相关的 或者你打一个Beautiful Soup 我记得好像打一个中文 我无意间发现它有个什么 这个中文 就是它有个那个Document 居然是中文的 虽然它是简体的 不过至少比以前是K 那个英文来的稍微快一点 所以如果你以后想要知道 Beautiful Soup里面所有的功能 都在这里 但是很花时间就是了 每一个每一个功能 其实最后归结了 你与其Google别人东西 倒不如去看官方的Duck 其实有时候就是第一手资料 别人东西都是二手资料 OK 其实很多写法 我也是参考官方的网站 而来的 所以也许你要看一些 它最新的4.2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找一下 如果你不习惯看英文 你看中文 不过它是简体的 OK 那这个给各位参考 再来的话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台彩 那我在那个我的云端上面 下面有一题是 取得那个台彩的最新开奖结果 那当然我们要取得最新的开奖结果 我们可以先从威力彩开始 也许啦 我希望是把所有的这些奖项 它开奖的结果都帮我列出来 不过呢我们野心不要那么大 我们先抓一个看看 OK 我们的习惯一是什么呢 我希望知道它开奖结果在这里 在这里对不对 然后呢一般习惯怎么样 我先抓一下这边的资料 开奖资料 那习惯在按右键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很有趣的一点 它会跳一个 你按右键 因为它里面有写个JavaScript 它那个JavaScript就是限制你不能按右键 如果你按右键之后的话 就跳入这个讯息 怎么办呢 所以像我第一个想到 我就直接把JavaScript关掉就好了 就破解了嘛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你不想那么麻烦的话 你可以按那个F12 F12进来一样可以看到右边的东西 只是说你变成说你要自己去找一下 那个你的东西是放哪里 它的结构一定是HTM 一个黑的一个body 那里面的话有个Fone Fone里面你按个DIV 到底是哪个DIV 你还要自己去找 而且你会发现它丢了一些这么多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故意的吗 OK所以这个方法你会发现 我想它应该不希望你去抓它的东西 因为它其实这种就是说它有一些 不过它倒高一尺谋高一丈 你这招行不通没关系 你用另外一招 关掉JavaScript 可不可以可以啦 你就是到哪里呢 设定里面自己去关 反正应该找得到吧 我记得好像在进阶里面吧 进阶里面的哪里呢 进阶里面有个内容设定的样子吧 可以我印象中 这边内容设定 内容设定里面有JavaScript JavaScript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关起来 对不对 关掉了 关掉之后的话呢 你再到台营的这个官网 不过记得现在按右键还是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载入了 JavaScript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你只要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呢它就重新载 重新载入的时候它就把JavaScript 全部剔除掉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再去按右键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跳出那个东西了 它LOW有点慢 按右键看一下 诶 现在还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把那个 诶 出来了 然后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看一下 诶 这个时候可以不可以检查 诶 可以检查了 所以这个是一招了 那不过记得 你最后你可能要把你的JavaScript 最后做完 你还要把它再打开了 那好像有点麻烦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另外第二个方法是说 如果你不开启 就是你不把这个JavaScript关掉的话 那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我是觉得会卡卡 因为还是它有些地方弄不到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你不关闭的情况下 那就是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一招 就是怎么样呢 要不就是F12 那另外的话呢 你就找到这个箭头 所以你要配合F12 F12意思说把这一个 这个什么 它的工具 Chrome里面的那个工具 管理员 把这个管理员叫出来之后 然后呢找到这个 那一样可以点选你要的东西 它一样会出现 所以并不会因为JavaScript关系 重整一下 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它不会影响 它一样可以找到 那可不可以点选呢 接下来你点一下 它一样会跳到spend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好像JavaScript有没有不影响 但是你要记得F12的按键 它才会出现右边的相关的清单叙述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怎么去抓标块 那我的习惯是由内而外 不由外而内 外面的话也许我先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威力材的位置 再往里面找到这个table的位置 table表单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抓资料不外乎就是哪个表单 表格啦 表格里面的哪一个区域 所以有点像慢慢缩小范围 所以我的习惯是从这一边 或者直接 这样抓table好像也OK 我给你们试试看 那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去找到什么呢 威力材的位置 第一个 再往里面找 找到它的那个table 基本上这个威力材是H1 所以H1应该会只有一个 所以不要用fine fine就可以了 它fine回来之后就一个嘛 再来的话就table table应该也会有只会有一个 好像table的名称也会只有一个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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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威力材的位置 对它应该是这个逻辑 再往里面找就会找到它里面有很多个span 这个span的话当然就是fine all 因为不止一个吧 你就把这个fine all里面的span 把它一个一个把它爬出来 爬出来之后的话执行 结果应该就OK 所以我直接先show一下好了 这地方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东西全部爬下来 没错 开讲的结果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些的 就是这一些 OK 那试一下 先 试着用我刚刚讲的逻辑 其实不外乎就是什么 用fine跟fine all 一次的话呢 用fine 多次的话呢 那就是fine all 试一下 那里面大概就是 span 就是fine all 其他的话就是fine all 其他的话就是fine all